有一個小小的誤會 我一直到今天來到現場才知道 我不是評審 我是表演者 所以這個小小的誤會導致 我就穿著這個樣子 然後上台來 早知道就不剪頭髮了 那這邊有上次在鐵花村的朋友嗎 我一個小小的請求 我覺得距離好遠 你們可以坐近一點嗎 拜託 拜託 待會我回頭我就要看到你們了 好 把這放下來大家比較能看得到嗎 我想分享幾首歌 然後這幾首是我很喜歡的 所謂民歌時期的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民歌時期 那剛才在聽大家唱歌的過程 我就是有很多的感觸 現在如果要我立刻舉出一個 一首歌是馬上記得住的 大概就是那個什麼 哦 哎呀 對 那那首歌好像還滿老的 那其實民歌 它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那我想以後你們 之中一定會有人也會寫出 可以傳唱很久的歌 那我現在就要表演這幾首 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歌 我要帶你到處去飛翔 there 如果會讓我們來 也要跳進去飛翔 那你的心靈 沒有烦鬧沒有慘熱 有那悲傷 自由自在身心躲开一郎 忘掉痛 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骑着去流浪 虽然没有画下每一伤 但是心里却充满了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房 看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房 难以忘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梦凉 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首歌吗 我会唱得有点悲伤 因为我就是要唱这首歌 它的原唱才过世一阵子 这首歌对我有一个意义 它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站在 误打误撞的报名 然后站在大舞台上唱歌 然后拿到全国打转歌唱比赛冠军的这首歌 然后我不知道今天来 可我可以把这个传递的意义 表达出来 我会尽力 就是十年后的我唱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好 希望你们能catc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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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碰壺灣 碰壺灣 外婆的碰壺灣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仰望沙灘 海浪 仙人照 海浪益 作曲 李宗盛 碰壺灣 碰壺灣 外婆的碰壺灣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有我許多的童年 有我許多的童年 有我祈求 有我許多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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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祈求過的 至少當時下面大概有兩三個人 他們都是我沒聽過 這首歌 就等下看有沒有人 可以回答我 好不好 我走在清晨六點 無人地間 拖著一生疲倦 昨夜的滄桑匆忙 走一忙 在不知你的時間 微量的風吹著我 嚴重的希望 說出行囊 衝著我成熟 突然看見 車站裡熟悉的畫面 這沒有字的夢想 還有莫名的憂傷 有人知道是唱歌了嗎 有沒有 回家的渴望 就在那不遠的前方 無老的歌曲 在成縱的夢想 走過的世界 無關多遼闊 心中的思念 還是相同的地方 剛剛 有一位答對了 是王傑的回家 那我對這首歌 很有感觸是在我 當兵的時候 然後忽然間 對那個車站 就有這個畫面這樣 後來每次唱這歌 都會想著那個時候 以前要去當兵 是全村都出來 到火車站去送 有沒有 就是因為有這些畫面 所以這些歌 才會那麼的深刻 那刻著我的名字 年老的書 是否依然著重 又會是什麼顏色 塗滿那片窗外的紅磚橋 誰還記得當年我眼中的希望 誰又知道這段路是如此漫長 我不在乎有沒有夢裡的天堂 我在手心的飄跟 是我唯一的方向 更加的渴望 就在那不人的前方 古老的歌曲 在成縱的空間的夢想 走過的世界 不管多了薄 心中的思念 還是想同一個地方 回家的渴望 就在那不人的前方 古老的歌曲 有多久不曾大聲唱 我在歲月裡改變的模樣 心中的思念 還是想同一個地方 還是想同一個地方 謝謝 我一唱老歌的好像都不太理我 是嗎 我跟你們約定一下 以後要聽我的創作 只能在台東 鐵花村 或是自己上網 Google一些奇奇怪怪的 MV很奇怪的 對 我想要唱最後一首歌 還是 這首歌旋律彈出來 大家可能就猜得到 有人猜到了 後來要回答一下 等一下可以獲得一個擁抱 怎麼會有配音這個 這算是好帥 行嗎 會不會有配音這個 怎麼會無聊 有配音呢 有配音的 好帥 我要收拾 不要問 不要說 一切記在目顏中 這一刻 圍著燭光 讓我們靜靜的度過 摸回首 摸回頭 當我唱起這首歌 怕只怕 淚水輕輕地滑落 人心中 永遠留著我的笑容 伴你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 幾許愁 幾許有 人生難免苦與痛 失去我 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擁有 情難捨 人難留 今朝一別個喜動 冷和熱 點點滴滴在心頭 遠心中 永遠留著我的笑容 伴你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 想離別 離別 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再見 不會太遙遠 如果永遠 不遠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 重逢在燦爛的季節 你和我 重逢在燦爛的季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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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永遠追你 可以跟我一起唱啊 你們 不可以說不 因為我一直停在這個和弦 一起來啊 上离別 離別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再見不會太遙遠 上离別 離別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再見不會太遙遠 若有緣 有緣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 不要問 不要說 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一刻 圍著燭光 讓我們靜靜地度過 我回首 我回頭 讓我唱起這首歌 遠心中 留著笑容 陪你度過 每個春夏秋冬 我回首歌的意思 我只要準備四首 海峽的觀眾突然要我唱創作 可是我今天真的沒有準備很足夠 迷人如果一定要聽我寫的歌 我怕我唱出來一點都不溫柔 想不到歌詞就開始會唱出水果 香蕉 西瓜 巴拉 流連任務都不錯 如果你們以後歌詞寫不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參考我 只要亞運有個歐 說話的說 自由的有 足夠的夠 啰嗦的說 馬英九的九 我沒有創作 在今晚我只有 反覆貌夠不夠 剛剛你們都被我收割走了 謝謝你們 希望以後能夠來台東找我 希望你們 我如果出唱片要買一張喔 希望你們 上街抗議不要被水車衝得受傷囉 我的家人從小就勸我 不要把政治帶到舞台上 可是後來有一個節目 我看了就很納悶 他叫做全民大門鍋 對 然後其實好像也是可以 可是嘻嘻哈哈的看待這些事情 到了一個年紀之後會覺得 欸 奇怪耶 好像到我該管的年紀 我已經30歲了 不得了 後面的學生每一個都在那個 街頭抗議 然後臉書上一片哀嚎 可能就說那個什麼 女警掐我的手指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很快樂 很幸運就是 我竟然在這邊講這些 好開心喔 其實好的環境是剪刀 不好的環境是應該的 希望臺下的各位 我覺得你們的活動辦得很好 然後每個人都充滿著著氣 然後充滿著那個叛望 然後實現你們的表演也好 或者是說話啦 什麼都很 都很有衝勁 希望能夠把這股氣勢延續下去 然後無論環境是好是壞 以後你們都要加油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我好像沒什麼資格講這個話講 那我今天表演就到這邊解釋 謝謝大家